在中午结束的亚运会南篮四分之一淘汰赛里,一度被认为是南篮本届最大劲敌的菲律宾却搬在了韩国的手上,拥有NBA局势队球员克拉克森, 的他们最终,还是一82比91败给韩国,最终止步亚运会八强,而韩国队规划球员瑞卡托瑞利夫,几乎以一己之力击败了菲律宾,他全场砍下30分14个篮板,可以说打爆了菲律宾的内线,而接下来韩国将迎战日本和伊朗的胜辙,不出意外的话,韩国队将会在决赛会是中国男篮, 要知道现如今的亚洲球队已经不得像过去那样,中国男篮战具着绝对优势,凭借规划球员政策,韩国和菲律宾战中主力都是规划球员,而两队不同的是韩国规划球员只有Ricardo Radcliffe, 一个,菲律宾则是有一群规划球员,除了克拉克森之外,还有其他次元都是在美国出生,并且都是在NCAA历练过的球员,但是本场比赛却成为了克拉克森在亚运会的最终场, 全场看下,25分8篮板的他曾经一度带领菲律宾领先韩国队,而本场比赛韩国队三分迟迟未能打开, 在第三节莫伟他们甚至还落扣菲律宾队一分,但是末年韩国队不断尽量比分, 而Ricardo Radcliffe更是展现了自己在内线的统治力,以一人之力摧毁了菲律宾的内线。 不仅如此,虽然菲律宾队拥有克拉克森,这个堪称亚洲顶席的后卫,但是面对更加团队的韩国队,克拉克森更是双全难敌四手, 最终菲律宾在末节输给了韩国十分,而对于韩国队来说,他们接下来很有可能,面对哈达迪带领的伊朗, 而本届比赛哈达迪的表现并不出彩,或许Ricardo Radcliffe的表现依然值得期待, 那么如果对上韩国,中国内线的周琦和王哲林,能够扛得住Ricardo Radcliffe, 那,对于拥有外线和Ricardo Radcliffe的韩国队来说,或许中国南郎将无法掉以轻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